施煞烈车按Hit之后 韩国的晚性节会不会整条街都是丧尸呢? 韩国人是怎样过晚性节的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铃 今天要讲韩国人怎样过晚性节 晚性节 韩文 虽然韩文的汉字直译是 但韩国大部分的译音都是用英文为主 用英文为主 所以没有人会说 只会说Halloween Day 在韩国人怎样过晚性节之前 不如听听韩国人怎样说 韩国本身没有晚性节 韩国本身没有晚性节 不过最近在尼泰远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搞Halloween Party Halloween是什么? 只要在云大的地方喝酒 Halloween做什么? 还是在云大的地方喝酒 韩国人过什么节日都好 都是离不开酒的 你试试告诉我 韩国有哪个节日是不会喝酒的过? Mashora 噢 这么臭味 第二 韩国的Halloween气氛的确是很不浓的 如果你想去一些很有Halloween气氛的地方 不妨去云大或者尼泰远 又是那些喝酒的地方 那里一定会有超级多Halloween Party 第三 提提大家 Halloween那天 在云大会有超多外国人 dress up 他们真的化得很逼真 还会突然走过来吓你 Girl it's really good to see you come around I know you've been lost I'm glad you got found 'cause I've been a little lost myself Find an old picture of you on my phone I don't know feeling now I won't let go 你看到dress up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 不是韩国人来的 毕竟这个都是外国人的节日 所以韩国人都不是怎么过的 就算韩国人说他要去喝酒去过这个节日 其实他也是找个藉口去喝酒 那喪尸便宜潮过后 是不是多了韩国人扮喪尸呢 最初是以前已经很多人扮喪尸了 因为韩国人以前是很流行看walking deck 所以其实一早已经很多人扮喪尸了 第五 韩国商人又怎会错过这个这么好发挥的节日呢 去到这些好像papeloday的节日 很多韩国公司品牌都会推出很多event的优惠 又或者相关的产品 可能是starbucks的杯 化妆品 指甲 应该会有很多Halloween主题的产品 不过我觉得始终都不够papeloday那么厉害 韩国的11月11日 papeloday 是真的整条街都会买巧克力棒的 因为始终都是韩国自己的节日 所以他们是慶祝11月11多过10月31的万圣节 第六 那韩国有没有鬼屋好玩啊? 有 外保乐园 乐天世界 这些地方呢 根据过往的经验都会推出很多鬼屋啊 或者是万圣节有关的巡游啊 这些乐园呢 在9月和10月期间都一定会有很多万圣节的活动 今年的9月3号呢 乐天世界已经开始有鬼屋 没看错呢 应该都是丧尸主题的户外体验活动 有兴趣的话 不妨dress up去这些乐园玩一下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记得继续follow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下次要穿这件衣服 提醒大家 我的youtube影片已经新增了可以由观众加字幕的功能了 如果你们有份帮忙打字幕的话 记得留下你们的名字在最后 那我就可以在info box上多谢你们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